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我们将要聊到的是 2024年2月份的 蛇星座运势 在这边呢,想祝福大家农历新年快乐 在新的一年呢,都能够龙年行大运 每天发大财哦 轻易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接下来的这个月当中 你的运势吧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 在牧羊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牧羊座的朋友们 我给人家强运指数是四星半 满分是五颗星,相当的高哦 牧羊座的你在2月份 工作运超强 排名前三名 事业表现相当的好 升职,加薪的几率都很高 你和主管之间互动是相当愉快的 老板呢,对你很看重 对你的评价也很好 会重用你哦 在考运,还有学业方面呢 运势是中等的,不好不坏 在金钱财运,还有健康交通的方面上 我给你的强运指数是两星半 在这个月呢,牧羊座的你正财运不算好哦 你的情绪波动是比较大的 容易乱花钱 而且上升太阳在牧羊座的你呢 脑波是比较弱的哦 很容易被说服 狂买东西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这个月有很好的天财运 卖财卷的中奖几率是很高的 可以多试试手气 健康运的部分上相对比较低迷 跌倒,受伤,撞伤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交通运的部分上是中平的哦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桃花良缘 还有爱情婚姻的部分 强运指数是三颗星 桃花运在这个月不算好 有长辈或者是上司呢 会想要介绍好对象给你 对象真的条件不错 可以好好认识一下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方面上 你的另外一半呢 是比较不浪漫的 说话也常常会带词哦 所以在这个月呢 发生小吵架的几率是偏高的 牧羊座的你 记得冷静一对 千万不要被激怒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金牛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还有工作运的部分上 我给你的强运指数呢 是三颗星 满分是五颗星哦 上升太阳在金牛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二月份当中呢 你的能力是很强的 表现是相当好的 可是金牛座的你呢 因为表现太棒了 会有功高正主的情况哦 主管对你会有一点忌妒 记得在主管面前要保持谦虚 这个月对金牛座的你来说 出差和远行并不算顺利 如果需要出差的话 在各方面都要小心谨慎 学业考运的部分上 金牛座的朋友们在这个月呢 考运是相对比较低迷一点的 特别是在大考的时候 出心犯错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哦 接下来是金钱财运 还有健康交通的部分 我给你的强运指数是四颗星 在这个月呢 金牛座的朋友没有很强的正财运哦 当老板或做生意都会有很棒的获利 可是这个月呢 相对来说你的支出会是比较多的 意外发生的支出也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对金牛座的你来说呢 想要好好存钱呢 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这个月呢健康运和交通运呢 基本上都是中等的 不好不坏哦 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 桃花两缘还有爱情婚姻的部分 强运指数是三星半 在这个二月当中呢 金牛座的你桃花运是中等的 如果有朋友邀请你去参加一些聚会 或者是活动的话 请一定要去哦 你很容易在这些活动上面呢 遇到个性成熟的好对象 爱情婚姻的相处上呢 金牛座的你和另外一半 在这个月互动是比较少的 可以说是相对平淡的一个月 多花一点时间陪伴你的另外一半 多用一点心 经营感情是很重要的事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双子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工作 还有学业考试的部分上 强运指数是三星半 满分的是五颗星哦 在这个月呢 双子座的你会发现 主管是很好相处的 和你之间互动很愉快 对你呢 也会很重视 给你一些重任 一些任务哦 记得好好把握这些机会 努力表现 这个月比较大的问题是有小人 小人在暗中呢 有许多的小动作 都是针对双子座的你而来的 而这个小人呢 其实往往也是会让你很意外的人哦 学业 还有考运方面呢 运势是中平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金钱财运 还有健康交通的部分 强运指数是三星半 在这个月呢 双子座的朋友们 正财运是中等的 投资运相当的好 过去的投资在这个月 会有很好的回报 可是这个月呢 遇到诈骗集团的几率是很高的哦 千万不要轻易去投资 你不熟悉的领域哦 健康运的部分上是中等的 可是这个月比较容易触电哦 交通运的部分也是中等的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良缘 还有爱情婚姻的部分 强运指数是三颗星 这个月呢 双子座的你桃花运是比较淡薄的 不太容易认识什么新朋友 好处是这个月 其实也没什么烂桃花啦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你会发现另外一半对你呢 可以说是照顾有加 而且你的另外一半 在投资方面也会待望你 帮你多赚很多钱 记得多参考另外一半 给你的建议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巨蟹座的朋友们 在机场工作 还有学业考试的部分上 我给你的强运指数是三颗星哦 难分的是五颗星 在职场上呢 你的上司或是主管 是很有想法的人 可是呢 你会发现他情绪波动有一点大 所以这个月呢 对你最大的考验就是 要怎么应付你的上司 这些突如其来的情绪哦 大客户呢 其实在这个月对你是赞叹有加 可是对你的要求也还蛮多的 所以也会让巨蟹座的你呢 在这个月更加的忙碌 学业还有考验的部分上呢 巨蟹座的你是中等的哦 在金钱财运还有健康交通的部分上 强运指数是三星半 这个月呢 巨蟹座的朋友们 真财运很好哦 自己开店做生意的话呢 会客似云来 生意很兴隆 也会带给你很大的收益 投资运方面相对就比较低迷一点哦 这个月呢 你容易错信错误的投资建议 这会让你赔搭钱的哦 听到任何建议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谨慎去评估 这个建议到底是对还是错的 健康运的部分上是中等的 请注意你的小腿健康 交通运的部分上也是中平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良缘 还有爱情婚姻的部分 强运指数 我给你的是四颗星哦 这个月对于巨蟹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是桃花运超强的一个月份 认识好对象的几率相当的高 这些对象呢 对你很有兴趣 也很主动想要认识你 你身边会有蛮多的新朋友哦 在爱情婚姻的相处方面 你的另外一半还是比较强势一点 可是呢 在这个月会很浪漫哦 会带给巨蟹座的你满满的幸福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带狮子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工作 还有学业考试的部分上 长一直数 我给你的是两星半哦 满分的话呢 是五颗星 这个月对于狮子座的你来说 是相当的忙碌又很疲劳的一个月份 工作量是很多的 而且呢 你的上司 你的长官呢 还会突如其来给你新的任务 新的工作 会让狮子座的你忙都忙不晚哦 而且呢 你的上司在这个月呢 还会有一些比较意外的举动 狮子座的你呢 怎么去接招 怎么去避开这些麻烦呢 都是你这个月的考验 在学业还有考试运的部分上呢 狮子座的同学们 考运呢 都是中品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金钱财运 还有健康交通的部分 强运指数是四颗星 这个月 狮子座的你 正财运很好 自己开公司 当老板的话呢 事业发展是 蒸蒸日上 每天一直赚钱哦 投资运也是中上的 稳健的长期投资 会在这个月 得到很良好的回报 健康运的部分呢 是中品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 骨骼骨头的健康 交通运也是中品的 不好不坏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良缘 还有爱情婚姻的部分 强运指数是三颗星 这个月呢 狮子座的你身边 可以说是桃花很多 但是品质 堪率真的不太好 出现在你身边的对象呢 通常跟狮子座的你呢 价值观是差比较多的 可是这些人 又很喜欢缠着你哦 会缠着你不放 让你呢 很头痛 在爱情 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你的另外一半呢 在这个月 会面对到一些压力 其实很需要 你去力挺他 请你一定要成为 另外一半 最可靠的考山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 处女座的朋友们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职场工作 还有学业考试的部分上 强运指数呢 雅提米斯给你的 是三星版哦 处女座的朋友们 在二月份呢 你在工作执行面上面 是好坏餐版的 你个人的表现很好 进度很快 可是你的同事是 比较固执 不太好沟通哦 你和主管之间 互动是还蛮良好的 可是主管呢 很喜欢碎碎你 一些小事情会让处女座呢 你觉得有一点烦 学业考验方面 处女座的同学们 是相当良好的 你的头脑很清晰 记忆力很强 很容易拿到高分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金钱财运 还有健康交通的部分 强运指数是三颗星 在这个月呢 处女座的朋友们 正财运 投资运都是中等的 可是这个月 比较大的问题是 你在娱乐花费上呢 是比较容易失控的哦 常常就是一花 就会花掉很多钱 这个月运势最好的是偏财运 中奖几率很高 可以趁着过年期间 买家财券 试试熟悉 健康运的部分上是中平的 这个月呢 要多注意自己的干功能 还有少喝酒 少熬夜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呢 运势也是中平的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良缘 还有爱情婚姻的部分 强运指数是四颗星 在这个月呢 处女座的朋友们 桃花运势超强的哦 好对象不少 而且对你也都很主动 值得处女座的你好好的观察 认识还有细细的品味 在爱情还有婚姻的相处方面 你的另外一半是很可爱的 但是呢 也是有一点迷糊 最重要的是 她在这个月很浪漫 会让处女座的你 重温过去热恋时的幸福感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天平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工作 学业考试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呢 雅提米斯给你的是四颗星哦 满分的是五颗星 所以是相当好的一个月 在这个月呢 天平座的朋友们 四月运势很旺的哦 你的上司和长官 对你是相当看好的 甚至加薪的机会也会出现 在工作执行面上面呢 天平座你相对就比较容易 初心大意一点 特别注意一下一些小细节 就可以降低出错的几率 在这个月 学业运考试运的部分上 天平座的同学们都是中等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金钱财运 还有健康交通的部分 长运指数是三星半 在这个月呢 天平座的朋友们 正财运是中等的 投资运呢 则是相当的好 你过去的一些投资 在这个月会有很好的汇报 偏财运算是中赏的 容易中一些小假 可是呢 天平座的朋友们要记得 千万不要太贪心哦 太贪心的话呢 是很容易把赢到的钱都吐回去哦 健康运的部分上呢 是中等的 那这个月呢 还是要多注意一下 自己的泌尿系统 交通运方面呢 运势也是中停的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良缘 还有爱情婚姻的部分 强运指数呢 是三颗星 在这个月呢 桃花运可以说是好坏参半的哦 好桃花多 烂桃花也多 记得一定要好好胜选 不要太快晕船哦 在爱情婚姻相处上呢 算是床头吵 床围合的一个月 你和另外一半 容易为了金钱的事 发生一些小吵架 可是呢 在床上的性生活 是很愉快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工作 还有学业考试的部分上 强运指数是三颗星哦 满分是五颗星 这个月呢 是一分耕耘 多分收获的月份 在职场上呢 你可以努力求发展 可是呢 客户是比较情绪化 比较难应对啦 不过客户多半都是好人 他们只是态度比较差一点而已 千万不要被他吓到了哦 在学业还有考试运的部分上呢 因为在这个月呢 你是恋爱和玩乐机会 比较多的月份 所以天蝎座的同学们 是比较没有办法 专注在课本上的一个月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金钱财运 还有健康交通的部分 强运指数是两颗星 这个月呢 财运不算好 天蝎运和毒运呢 都比较低迷一点哦 天蝎座的朋友们呢 小赌移情就好 千万不要赌太大 在这个月呢 天蝎座的你 是相对比较容易破财的星座 特别是居家的小东西呢 损坏几率是比较高的哦 健康运的部分是中平 交通运的部分上呢 运势也是中等的 可是天蝎座的你在这个月呢 常常有爱开快车的冲动哦 记得千万不要冲动 不要超速哦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两运 还有爱情婚姻的部分 强运指数是三星半 这个月呢 桃花运是相对低迷的 会出现在你身边的 多半是旧爱 或者是呢 曾经追过你 又回国再度出现的人哦 有时候会让天蝎座 你觉得他们是来纠缠你啦 所以会让你觉得头有点痛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呢 你的另外一半 会带给你很多欢乐 很多的刺激 会让你的婚姻 感情生活中 充满开心和乐趣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赏身太阳在射手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工作 还有学业考试的部分上 强运指数呢 是两星半奥 满分呢 是五颗星 在这个月呢 射手座的你 工作能力是很强 表现是还不错的 可是呢 缺点是职场的人员不太好 在沟通方面呢 真的很需要加强 这个月里面呢 射手座的你说错话 传错讯息的几率 都是相当高的 在说话或是传讯息之前 一定要想清楚 这个月在学业考验方面 是比较低迷的 主要是射手座的同学们 你们记忆力是比较差一点的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金钱财运 还有健康交通的部分 强运指数是三颗星 这个月呢 射手座的你有很好的正财运哦 如果是自己开店 自己开公司的话呢 赚钱是赚很大 收入很丰厚 但是这个月呢 你花钱也是超级大方的 很会买哦 购物欲望很强 很容易一花就花掉很多钱 健康运的方面上是比较不好的哦 这个月呢 射手座的你身体是比较虚的 请注意你的呼吸系统 还有消化系统 交通运的部分上也不太好 在这个月呢 出小意外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哦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良缘 还有爱情婚姻的部分 强运指数是三颗星 这个月呢 射手座的朋友们 桃花运相对比较低迷 没有什么太多机会认识新朋友 优点呢 是不太会有烂桃花哦 在感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呢 你会发现另外一半比较热情 积极一点 特别是在性生活方面相当的主动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摩羯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工作 还有学业考试的部分上 强运指数是三星版 满分15可行哦 这个月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 你有很强的执行力 表现其实蛮棒的 态度是很积极的 很敢拼很敢冲 你的上司 你的主管对你是很肯定的 可是在这个月呢 摩羯座你说话比较直 很容易得罪到客户 说话之前一定要想清楚 还有面对客户的时候 记得多说一点好话 学业还有考试的方面上呢 摩羯座的同学们 表现是比较差的 主要是生活作息呢 不太正常哦 会带给你比较多的负面影响 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 表现就会更棒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金钱财运 还有健康交通的部分 强运指数是三星版 在这个月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 正财运不算好 虽然呢你是很会赚 但是呢太过会花哦 花出去的 可能都比你赚进来的还要多 很容易呢 都是收支不太平衡 反倒是偏财运的部分上 是很好的 很容易中奖 但是你真的很会花 所以你中奖了之后呢 也是很快就把奖金花光光了 所以这个月真的不太容易存钱 在健康运的部分上 相对是比较低迷的 摩羯座的朋友们 请多注意自己的喉咙 还有肩颈的健康 交通运的部分上呢 也是比较不好的 在这个月呢摩羯座的你 很容易遇到赛车哦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良缘 还有爱情婚姻的部分 长运指数14颗星 在这个月呢 桃花运是总等的 摩羯座的你会遇到很多好对象 可是蛋桃花也蛮多 而且这些蛋桃花很多 都是诈骗集团 你要小心哦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摩羯座的你相当的迷人 也充满了性美丽 摩羯座的你和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 记得主动积极展现你浪漫热情的一面 会让你的另外一半更爱你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带水瓶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工作 还有学业考试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是两颗星 满分呢是五颗星哦 水瓶座的你在这个月要小心哦 这个月呢 工作运是不太好的 主要是呢 水瓶座的你情绪起伏比较大 也容易因为这样的表现失常 和同事啊 还有上司之间的沟通呢 也因为情绪的影响呢 很容易出错 所以呢 尽量在沟通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冷静 职场上呢 其实有贵人也有小人 陷阱呢也是比较多的 一定要小心提防哦 学业考试运的部分上呢 是中频道 不好不坏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金钱财运 还有健康交通的部分上 长运指数呢 是两星半 这个月呢 水瓶座的正财运真的不算好 遇到诈骗集团的几率很高哦 千万不要被骗了哦 破财几率呢 在这个月也是偏高的 水瓶座的你呢 容易弄丢东西 或者是呢 你家里面的电器坏掉 需要你花钱换新的哦 在健康运的部分上呢 相对是比较低迷的 你的胸部胸口受伤疼痛 或者是胃痛的几率 也比较高一点 这个月呢 交通运势的部分上是中等的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良缘 还有爱情婚姻的部分 强运指数是四颗星 这个月桃花运很好 有人暗恋你 也有人会偷偷的追求你 会让水瓶座的你呢 有点受宠若惊哦 在爱情还有婚姻相处的部分上呢 你和家人的相处呢 是比较不好的哦 会有比较大的压力 你的另外一半呢 也会成为你在这个月 最温暖的避风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上太阳在双鱼座的朋友们 在职场工作 还有学业考试的部分上 强运指数是三星半 满分是五颗星哦 这个月呢 双鱼座的朋友们 在工作上呢 有着远大的梦想哦 可以说是规划 新方向的一个好时机 这个月呢 你的客户关系很好 贵人运也强 把握一下呢 拓展人脉 好好抓住大客户的心 会让你呢 可以做到更多的大生意 学考运的部分上 双鱼座的同学们呢 是比较低迷一点的哦 因为这个月呢 你比较粗心大意一点 犯错几率也是比较高的哦 在金钱财运 还有健康交通的部分上 强运指数是四颗星 这个月呢 双鱼座的朋友们 正财运很强 很会赚 自己当老板的话呢 可以说是荷包满满哦 财运滚滚来 如果你是从事销售 或业务工作的话 在这个月呢 有机会拿到更多的红利奖金 健康运的部分上呢 是比较差一点的 双鱼座的你睡眠品质不太好 会影响到白天的精神哦 交通运的部分上 是比较低迷的 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良缘 还有爱情婚姻的部分 强运指数是四颗星 这个月呢 双鱼座的你桃花运很好 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啊 遇到好桃花的几率是很高的 但是也有机会呢 遇到想和你一夜情的对象哦 另外呢 在爱情婚姻相处的部分上 你的另外一半是相当浪漫的 这个月和你呢 常常是很有心电感应 心有灵犀一点痛 所以呢 你们在这个月呢 感情婚姻相处上 是相当浪漫甜蜜的 热度也是会持续上涨的哦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有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